多样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节 财务预算的编制 那么对于这个财务预算的内容呢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啊 主要是现金预算和预计的财务报表 所以我们这一节呢就是两个考点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现金预算的编制 现金预算的编制呢 我们是要以前面讲的营业预算 以及呢投资预算 这样投资就是资本预算啊 我们其实在以前第五章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就针对我们特定的重选方案 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应的决策 对它未来的就比如有关投资啊 或者预计的现金流啊 有一些相应的预测对吧 所以呢就是根据我们营业预算 以及呢投资预算为基础 我们要编制我们的现金预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现金预算它的编制 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首先我们是收复实现制为基础来编现金预算 那么在考虑这个现金预算的时候呢 期出余额就是上期期末 这个通常都是已知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要根据有关营业预算和资本支出预算 来获取我们的现金收入和支出的数据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营业预算啊 你看我们营业预算 我们讲了整个全面预算的编制起点 就是销售预算 以销定产 所以根据销售预算 我们要编制生产预算 生产预算有一个特点 它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值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看销售预算 它实际上是要给我们的现金预算提供 这个基因现金收入这个数据的 是吧 也就是按照我们前面讲销售预算 我们要按照收复实现制 既要考虑当期的现销 还要考虑收回前期的奢销 我们在前面已经预计出现金收入了 对吧 所以根据销售预算 那个预计的现金收入 就可以得到我们现金预算 基因收入的数据 然后呢 生产预算呢 它是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值量 所以它不会给我们 现金预算 直接提供数据 但是呢 我们以生产预算为基础 所编制的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以及 比如变动制造费用 是吧 还有相对我们有些固定制造费用 就是它可能主向预计这些数据 这些呢 是要给我的现金支出 提供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前面讲 材料采购 我们也是要考虑收付实现制 既要考虑当期的限购 还要考虑支付前期的收购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 材料的采购支出 那么直接人工支出呢 也是 我们根据前面的直接 人工的预算 只不过呢 我们认为工人工资 不要拖欠 所以人工数据呢 就可以直接的 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预算 来 就人工预算数据来得到 就是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制造费用 对于制造费用预算呢 要给我们提供制造费用的支出 而且呢 因为制造费用里面 它有一些非复现的 折旧摊销 所以我们把预算数 扣除非复现的 折旧摊销 得到我的制造费用支出 另外大家再看啊 我们的产品成本预算 产品成本预算呢 它是以销售预算 生产预算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我们以它为基础 汇总编制的 所以你会注意到什么呢 产品成本预算就 没有给我们的现金支出 去提供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的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 已经分别提供了支出 如果你再把产品成本 这个汇总预算 你再提供一次支出 就双重考虑了 是不是 所以你会注意到 我们生产预算 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量 所以它不直接 不直接提供现金支出 产品成本预算呢 也不会直接提供现金支出 因为我们上面那些 已经有了 所以你再提供一次 就双重考虑了 然后有关销售管理费用 预算呢 是给我们提供 销售管理费用的支出 一样道理 我们在上一讲也谈了 如果它里面包含了 非负现的一些 折旧贪销呢 你要把我们的这个预算数 扣除非负现成本 得到我们负现的 这个销售管理费用 然后资本支出预算 那我们考收一般会给你 就是已经做好预算了 预计要有多少投资啊等等 那这个是已知的 那就是资本支出预算 给我提供投资支出 这样一来 期出余额 加收入 减去各项支出 就是我们的余缺额 那么有了多余的资金 你要考虑去投放 如果短切 我们就要筹措 所以实际上 对于现金预算的这个编制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考虑 一个是按收复实现制 来确定你的现金收入支出 一个就是筹措 的这个安排的问题 是吧 就是筹措或者投放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道多选题啊 他就问你 下列预算中 不直接涉及现金收支的事 那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谈的 产品成本预算和生产预算 像销售管理费用预算 要给我提供 销售管理费用的支出 销售预算要提供现金收入 对吧 产品成本预算 因为它是个汇总预算 你不能再提供一次 再提供就双重考虑了 生产预算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值量 所以也不能够 直接提供现金支出 所以应该选的是C和D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 现金预算的有关 这个具体的内容 以及有关关键的 这个关系公式 其实我们对于现金预算呢 我们刚才谈到 有期出余额 像是上期期末的 这一般都是已知的 然后根据我们的 营业预算和资本支出预算 我们可以获得的现金收入和支出 所以期出余额 加收入 进行支出 就是余缺额 多余的要筹措 多余的话要运用 短缺的话要筹措 所以我们还有一块 就现金的筹措和应用 这是现金预算 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这个现金预算的 最主要的关系公式呢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期出余额 加上收入 减去支出 就是余缺额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考虑 筹措运用的这个块问题 就是余缺额啊 加筹措 减应用 是你的期末余额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的例题啊 大家看这个表18到10 首先大家看第一行 这个期出余额 第一季度的期出 就是全年的年初 也是十连指标 对吧 这个全年的年初数啊 这个一定是已知条件 对吧 现金余额的年初数是已知的 但是我们第二第三 第四的期出 分别是上期期末 比如你看我们第一季的期末是8200 也就是第二期的期出 对吧 所以这三个很简单 都是上期期末 就是上个季度的期末 所以要想得到我们 二三四的期出余额 得先把前面的期末余额得到 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行 然后我们看第二行 销货现金收入 就是我们前面的现金预算 就是我们前面的销售预算 我们按照收负实现制 考虑当期的现销收入 加上前期的这个收费前期的奢销 而且我们前面在表18到3的最后一行 已经有了这个销货现金收入了 对吧 然后减去各种支出 直接材料的采购支出 这是我们前面的直接材料预算 也是我们根据收负实现制 得到真正在各个季度复现的采购支出 直接人工支出 是根据我们前面的直接人工预算 也是根据那个表最后一行 制造费用现金支出 我们在前面谈了 制造费用 我们要把里面的非付 现在则就扣除 也是它那个表的最后一行 制造费用支出 对吧 消购管理费用呢 是根据我们前面的销售费用预算 消购管理费用预算 把它搬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现金预算的编制 是要以前面的营业现金预算为基础 以营业预算为基础 得到你的收入 还有各种支出 所得税费用支出 这个是已知的预先估计数 是吧 就是我们预先要估计的 因为我们在编制这个 就是有关现金预算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一般来都是后面 我们将来后面编利润表的时候 还要以现金预算提供的这些 比如像利息啊什么的 要给我们提供数据 所以财务报表是后编制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 那这个所得税费用我可不可以根据我们预计的利润表 然后根据利润总额乘上 所得税率得到 我们说不是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给利润表要提供这个利息数据的 所以得先编 既然先编现金预算 所以这个所得税费用是预先估计数 考试会给你 是吧 是根据有关本量利润分析啊 我们根据预计的利润 我们来预估的一个所得税费用支出 购买设备就是根据资本支出预算 也是预先要这个给我们的啊 这个考试也会给我们 然后鼓励的支出呢 这个也是预先要估计 我未来的鼓励支付的安排 所以我们这要题也是已知的 然后这样一来 其中一额 加收入 减去各种支出 就是我们的现金多余不足 你看我们第一季度是挣的8200 那么它就是没有短缺 但是我们第二季度是负的4940 那就短缺了 是吧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金预算的编制啊 除了要会按照收复实现制 得到你的预计的收入支出 我们还要会针对现金的短缺 要考虑筹措 也就是说这个表里面向银行借 为什么是借1万1 能不能借1万2 或借少一点 是吧 到底借多少合适 那这个1万1是要我们算的 那这个怎么算呢 也就是说如果短缺 我要筹集 那筹集多少 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一个是补足缺口 像我们这要提 我们缺了4940 那你得把4940补上 对不对 但是你光补上4940 期末余额为0也不行啊 企业正常生产资金 你期出得有钱吧 你本期的期末就是下期期出啊 所以不能说期末一点钱没有 要补足最低余额 但究竟多少是低 考试一定是已知条件 你像我们这条例题啊 这个是已知的 他是告诉我借款在期初 还款在期末 企业最低余额是6000 是吧 什么样的余额才叫低啊 不同企业规模不一样 他对最低要求不一样 所以考试必然是已知的 然后还告诉我 如果金钱不足 就像啊 就可以去借短期借款 然后现金要多余呢 就是偿还短期借款 借款还款 必须是整数 1000的整数倍 然后又告诉我 短期借款利息率10% 利息在还本的时候支付 企业呢 年初的短期借款余额是0 就是企业年初没有短期借款 他说多余就还短期借款 我们年初没有 长期借款余额是9000 利息率12% 但是长期借款利息是每年末支付 这个是已知条件 是吧 那我们在做筹措应用的时候 就要看这些 也就是说 我们要补足缺口 补多少 这是我们 刚才算的 期借余额 加收入 减各种值得算出来的 补足最低余额呢 一定是已知条件 那我们刚才告你了 我们已知6000 对吧 我要补足6000 另外呢 还要考虑一下 筹措应用影响 就利息的影响 对利息这块的确定啊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什么时候还本金 什么时候付利息 你像我们这条例题 他告诉你利息在还本的时候支付 所以如果利息是还本的时候支付 我们现在是短缺啊 我是筹措 我得先借钱啊 不能还本呢 所以呢 既然是还本的时候支付 我在借钱的时候 我就没有利息了 对吧 因为他这条题期初没有借款预额 短期借款 现在我又要再新借 对吧 但借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利息 那这条题你看 如果在还本的时候支付 我这个当期利息这块 那就成了零了 对吧 但如果是分期付息啊 就要算 那这个分期付息 我待会讲 我们先讲 我们这条例题 我们这条例题告诉你 说是利息在还本的时候支付 所以我这个利息就是零 然后呢 我们说借钱 得借整数 是吧 你不能说我缺了七块八毛九 我就借了七块八毛九 那没人打理你 对吧 你借有零有整的 没人理你 所以一定要借整的多少是整数 一定是已知条件 对吧 那你就去找 你像我们这条题告诉你 借款的是一千的整数倍 所以你看 我要补4940 要补足最低余额六千 那么利息这块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就简单了 取整一千的整数倍 一千的倍数 那不就是 加起来一零九四零吗 那么你要去一千的整数倍 那就是一万一千啊 对吧 所以这个筹集的一万一千 它是考试是自己算的 或者我们用通用模式 因为他们这个通用公式啊 什么时候都 不管是什么样的复习方式啊 都是永远都成立的 你就看我的余缺额 我们看 负的4940 加上筹措位置数 我要借钱 减去运用 我们这条题 因为它 还本的时候负利息 所以呢 在借钱的时候 没有利息 这个运用 就是零了 因为你想这个还要借钱 你不可能去还本去 所以就是 主要利息的影响在这块 那是零 我们是希望它 别低于 最低余额六千 大于等于六千 所以你看我这个X 是不是要 大于等于10940 取诊 一万一千 是不是 你利用通用公式来做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看啊 大家看 我们刚才已经谈了 我们要向银行借款 实际上是我们要借一万一千 对吧 余缺额 加上我们的借款 要大于等于六千嘛 所以呢 我们要借一万一千 所以负的4940 加上一万一千 我们要支付的 利息呢 因为我们这条题是 还本的时候支付 所以没有利息的支付 长期借款是年末才付呢 所以现在也不用付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就只是一个 啊 我们 余缺额加筹措 这样得到6060 那你看这个期末余额 6060 就是我们第三期的起初 是不是 那一样道理 起初余额 加上筹措的 加上的薪金收入 加上收入 之初 就是余缺额 你看我们第三季度 多余的比较多 17840 那既然是多余 我就要运用了 对吧 那我们 这个运用的时候 怎么来考虑呢 就让大家看啊 我们说 短缺要筹集 那如果多余要运用 那么在运用的时候呢 首先要记住 运用以后啊 你不能光高兴了 赶紧还款 把钱都给他还掉 但你得保证 我们还款之后 不能低于最低余额 这是一个要考虑的 第二个呢 还要考虑什么呢 利息支出的这个影响 你像我们这要提 我们书上这要例题 我们是还本的时候 付利息 是吧 我们先别管分期付息的 我们先看还本的时候 付利息那种情况 如果是还本的时候 付利息 我们在筹筹的时候 是没有利息 但现在你要还本了 那你是不是得考虑利息了呀 是不是 那我这个利息 怎么来确定 由于你是 借了钱以后 我们不是分期付息 就借完钱以后 什么时候还本金 什么时候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 对吧 就相当于我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这个方式 所以这时候 你就要考虑 我的借款期限 要会算这个利息 是吧 大家看 我们还是按书上这个要求啊 分期付息放一下 先不管它啊 待会儿统一说 先看我们书上这种 还本时候付息的这个情况 如果是还本的时候付息 就像我们现在考虑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的现金多余 是17840 对吧 所以呢我就要考虑 首先考虑还款 但是还款保证 不能低于最低余额 你像我们 这个企业期初 没有短期借款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第二季度 借了11000 刚才自己算的 我们要筹筹11000 那现在我就要考虑还款 我们一看 17840 把钱全还了 还能顺6840 保证不低于6000的 对吧 我们知道提的最低余额 是6000吗 没有低 那没问题 我说我可以还11000 我要还个11000 对不对 我还还他11000 另外呢 我们说 还本的时候付息啊 那我还得考虑利息吧 我的利息怎么算呢 应该用你的 准备还的钱 那我们这道题 我要还多少 还1万1 利息率给的是10% 然后呢 乘上借款期限 那这个借款期限 多长呢 我们是假设啊 借款在期初 还款在期末 而且呢 利息是在 还本的时候支付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的借款期限 你记住我们刚才是 第二季度 借的钱 对吗 但是你想 企业为了避免 这个现金短缺啊 他一定 因为我们知道 第二季度是要 有现金缺口的 对不对 一定是在第二季的季初 就要借钱 借款在期初 所以我在第二季的季初 借了11000 现在我们考虑 第三季度还款 还款 我们说 在这块还 还11000 对吧 那这11000 是在第三季的季末还的 所以你的借款期限 是多长时间 半年 二分之一的年 对吧 因为我的年利率 10% 所以用我们的 还款的数额 11000 乘上年利率 乘上 二分之一年 也就是我借款的期限 我借了两个季度嘛 借了0.5年 所以这个利息 是这么算的 对吧 因为你是还本的时候支付 所以我就要把我 还的本金 乘上利息率 再乘上借款期限 算来我的利息是550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这17840 减去还的11000 减去550 就是6290 那这6290 就是第四季的期出 一样道理 期出 加收入 等于支出 那你看我们 第四季度的 多余不足 是正的 11440 那么这时候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 现金多余了 因为他告诉我们 多余的用途干嘛 多余就是 还短期借款 但是我们因为 没有短期借款了 年初 没有 第二就借了 11000 第三就全还了 所以第四季度 就不用还款了 对吧 那就说 我就不需要还款了 但是别忘了呀 我们这个题 还有长期借款的利息呢 他告诉你 长期借款利息 在每年年末支付 我们借款的金额 是9000万 每年支付一次利息 所以我的年利息 那就是9000 乘以12% 要付一个利息 然后这样一来 要得到你的期末余额 10360 也就是我们的 年末的余额 对吧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书上这个 例题 我们书上的例题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是吧 你看第三季度 多余的比较多 我也就把借款全还了 那现在我们来改一下 我们来改一下这个例子 怎么改呢 假设啊 我们告诉你 我们第三季度 又多利比现金支出 是吧 导致了我的这个 第三季度 多余支出 不是17840 比如我随便写14690吧 就是我多利比支出 这样导致我的多余不足 我们给它改成14690了 那既然是这么多 那大家看 我们还是多余 对吧 我可以考虑还款 那现在就想到你 我应该还多少钱 大家看我要还 11000 如果都还了 14690减是11000 那就剩下3000多了 我们刚才讲了 你不能光高兴还款了 你得保证还款后啊 我们的期末余额 不能低于600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还一部分钱 那我还多少钱合适 是吧 当然你可以大致口算 比如说 我要保证我期末余额 别低于6000 那我顶多还个8000 比如这样 是吧 但有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虑 它是什么呀 它的这个 还要支付利息啊 因为我们是 还本的时候付利息嘛 利息还要还本的时候支付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的时候 就喜欢用那个通用公式 按照通用公式的话 大家看14690 是我的余颗额 我们在这个时候 加筹措 因为它这个是多余了 就不用筹措了 然后减应用 减去应用就是减还款 对吧 还款不知道位置数X 还有减去利息 利息也不知道 应该是利息 是还本的时候付息 所以还款额X 乘上我的利息率 我的利息率是10% 借款的期限呢 因为借款 我们借款在期初 还款在期末 那就说我要还款 就在第三期的季末还 所以呢 这样的话借半年 两个季度 所以乘个0.5年 我们希望它能够大于等于什么呀 6000 然后呢 你可以推一下这个X 是不是 比如说你看 我这块用的是Y 无所谓 我们这个就是14690 加上0 减去这个 这个还款额 再减去它的一个利息 算了这个结果 Y要小于等于 8276.19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说 取诊啊 我们说要考虑还款 要考虑取诊 1000的诊头倍 所以我这后还款 我就还多好 还8000 因为你要小于等于它 所以其实像这条题的 其实我们说 你像这种还本的时候 复息啊 这种一般比较简单 你都可以口算出来 都用不了解方程 但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 这通用公式 这原理就是这样 是吧 那现在其实你就大致看 14690 我说我得还 还个8000 你要不然多还的话 不够6000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还了8000 那你的利息 是不是就可以算了呀 这个X就知道了 是吧 或者说我这块写的Y 也没关系 那么就是8000 乘上10% 乘以0.5 对不对 然后这样得到 我的利息是400 然后我们也是用 余缺额 是吧 减去还款额 减去利息 得到期末余额 比如6290 那这个6290 就是正好是下期期出 那我们再来看 第四季度 你再看啊 第四季度是14665 又多余 那多余的话 我就可以考虑还款 对不对 还款要还多少呢 因为我们这个 已经还了8000了 那我就可以考虑 还剩下多少 还有3000没还 对吧 所以我要把3000还了 那边别忘了 还得要考虑还利息 因为它是还本的时候付利息 那我第四季度 这个3000 它的利息怎么算啊 因为我们是第二季的 季初借的 第四季的季末借的 季末还的 所以这3000 等于说借了三个季度 是吧 第二季的季初借 第四季的季末还 借了三个季度 所以我的利息 要考虑三个季度利息 所以你看我3000 乘以百分乘以四分之三 所以这样得到 这个利息就是225 对吧 然后呢 你用余缺额 扣除有关 偿还的借款 以及有关的利息 包括我的长期借款 利息1080 对吧 就刚才已经算过了 扣除以后 才是你的期末余额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全年的 期末啊 就是这个 第四季的季末 也是我全年的期末了 那我们再来改一下 你看我们教材上 他考的啊 是利息是 还本的时候 付利息 但是其实 我们的考试啊 特别喜欢考 分期复习 他反而喜欢考我们 好像书上没有的 那么如果我们 把书上的条例题 我们改一下 是吧 我们给他改成什么呢 就是利息在每个季末 分期支付 其他都没变 是吧 就是短期借款啊 短期借款的利息 在每季末支付 长期借款还是 每年支付一次 这个其他都没变 就是把那个 还本时付息 改成分期付息 那么对于这项题 我们该怎么做啊 同样大家看 还是我们 比如说第二季度 比如说多余不足 我们算的结果 假设是4940 是短缺的 那这时候 我们怎么来考虑呢 在分期付息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考虑 是什么呢 就是说 由于借款在期出 所以大家看 如果是分期付息 我们在算利息的时候 一定是用上期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期出的新增借款 对吧 因为借款在期出 所以我的利息的计算公式 别管是在我们筹措的时候 我得考虑利息 还本的时候也得考虑利息 就只都是每一期都要付利息的 它不像我们前面说 书上的利息 是还本的时候付息 所以我们在 就是筹措的时候 利息为零 但是我们如果改成什么呢 分期付息 你在筹措的时候 也要有利息 这利息怎么算呢 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期出的新增借款 由于我们这套利息 是假设借款在期出 所以本期期出的新增借款 在当期也有利息的 是不是 无论是在筹措的时候 还是在还本的时候 我们这个分期付息的公式是一样的 都是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期出新增借款 然后以它为基础 乘上期利率 所以像我们这套利息 由于是每个季度付息 那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第二季度要借钱 那我应该借多少钱呢 我得考虑啊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光是考虑这个 短缺这一块 是吧 你得考虑我们最低余额的需要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大家最好用通用公式 什么叫通用公式 就像这样体 比如说我缺了负的4940 对不对 加上借款额 是吧 那我的借款额未知 是我不知道让我求的 然后呢 由于利息是分期付息 分期付息呢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有什么呢 要算一下我付的利息的 我要扣除它这个利息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希望它 大于等于最低余额6000 那像我这套利提 负的4940 加上借款额不知道 利息呢 由于我们的这个短期借款 年初没有借款 那就指的是新增借款 那么就是要利用你这个借款额 层上利息是每季度的利息 对不对 你是每期的利息 每季度 所以要乘记利率 那就乘以2.5% 就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啊 也就是说负的4940 比如我们这用个代码 用Z来表示借款额 再减去这个借款额层利息率 再乘上我们这个 就相予乘2.5% 因为是记利率 要考虑 乘上每季度的利率 2.5% 然后这样呢 我们希望它大于等于6000 这样一解方程 大家看 我这个Z要大于等于 11220.51 所以我借钱得借多少 我得借12000 对吧 因为你要借款是1000的整数倍 我还要保证 我们这个要 就是 等于说不能低于 最低余额6000嘛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取诊 那我就要取12000才行 你得大于它 对吧 你要大于它 而且要取诊数 所以我们这块 向银行借款借12000 然后呢 借款额的12000得到了 你才能够得到利息 对吧 因为我们是 先得求出借款额 然后呢 我们短期借款利息是多少 那就是用这个借款额12000 乘上期利率 2.5% 这样我可以得到 我的利息是300 所以你看 如果改成分期付息的话 那我们就 就得考虑 每期的利息支付了 是不是 都是用上期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 本期的这个 就是 就加上一个本期期出 新增借款额 然后来乘上期利率 这么来做 所以负的4900 那么我们加上 12000减去300 就可以得到 我的期末余额 6760 那么它马上 填到下一期期出 是吧 假设我们第三季度 比如我们算的结果 我们就偷懒了 比如算结果是14690 大家看 那我们第三季度多余了 那既然多余怎么样 我就要考虑运用 要考虑还款 那么还款 也得考虑当期的利息 而且大家知道 我们是 这道题是借款在期出 还款在期末 所以你想还款 它会不会影响 你利息少呢 不影响 像这种借款在期出 还款在期末的话 我们永远都是用 上期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新增的 就是本期期出新增借款额 那你像我们第四季度 因为多余 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那就是借了300 本期期出有没有借钱 就借了12000 上期期末借款 上期的借款额 也就是我们 这个上期期末的 借款额12000 所以我的利息怎么样 还是300 对吧 因为我们是要考虑 就是 因为还款在期末 是不影响当期利息的 是吧 因为期末还款不影响 我们的公式是什么呀 是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对吧 这道题的上期末借款的余额 就是12000 再加上本期新增的 对吧 本期新增借款 我们这个本期新增是零 但还是12000 所以这个利息是300了 然后 我们要考虑还款 那还多少呢 其实你也可以套这个通用模式 就是我们用 这个余颗 减去还款 还款是位置数 我们是社会买 对不对 还要减去我们要支付利息300 我希望它 不能低于最低余额6000 所以这样一解方程 我们Y要小于等于8390 那既然是小于等于它 取整数 所以取多少 8000 所以8000是这么来的 对吧 就是利用我们的通用模式 期出余额 加仇措 减运用 希望它大于等于 那个最低余额 你去求一下 而且取整 所以这有了以后 我们也是 期末余额 就是拿1460 减去这个 8000减300 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 期末余额 然后 假设我们告诉你 第四季度我们算的 多余不足是1465 一看又是多余 那既然多余 我还可以考虑还款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呃 还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多少 是吧 其实这个还多少的话 因为你看你总共借了 12000 其实你都可以大致口算一下 像这种 我已经还了8000了 所以第四个季度 我觉得 我就是还个 剩个4000 还了4000还1万多 那么关键是这个利息 那这个利息 怎么来确定呢 其实你看 我们对于这个利息啊 上期末的借款余额是多少了 因为我们第二季的季初 借了12000 但第三季季末还了8000 所以到第三季末 还剩下了多少 4000 所以我的利息 就应该用我们上期末的借款余额4000 乘上这个期利率2.5% 这个4000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到底正好恰巧的 就是说正好还款也是还4000 实际上就是上期末还剩余的 那个期末余额4000 所以用4000乘上利息率乘1% 是吧 然后呢我们这样一来 可以得到你的期末余额 也是全年年末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考试时候 最喜欢考的啊 借款在期初 还款在期末 另外负利息是分期负息 是吧 每个季 就是每季都支付利息 所以你的利息的计算 一定是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新增借款为基础 本期的还款是不影响利息的 当期还款不影响利息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再来改一下 因为我们这块心经预算 它考太多次了 它每次呢 它就是有难度就在这个 就是筹挫应用这一块 我们有一年考试就考的 比较别扭一些啊 比较难一点 在于什么呢 你看它告诉我们说什么呀 借款在上期期末 其实我们说 那你干嘛不来个借款在期初 那就贪想为难我们 是吧 所以它就说 你如果缺钱的时候 要在什么呀 在上期期末借 就借款在上期期末 然后提示你按照下期的净需求考虑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概念 你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净的需求 就净的现金需求 那你现金的净需求是什么呀 现金的收入 啊 之在的 就是你可以利用的一个来源 那我的现金的支出 不就是你的现金的需要量吗 但因为有收入了 所以我们这个净需求啊 实际上 就是用我们的什么呀 就是用你的这个本期的现金支出 减去呢 本期的 现金收入嘛 不够的地方 对吧 那不就是你的这个净需求嘛 就是这意思 然后他又告诉我说 也是多余时还款 还款在期末 是吧 借款还款也都是一千的整数倍 利息率百分之 也是利息在每季度复息 年初借款余额为的 长期借款就都不变 唯一变的他就是说 借款在上期期末了 然后呢 我们在考虑借款的时候 是根据下期的净现金需求来确定 所以我们同样这道例题 是吧 大家还是看啊 比如说我们 第一季度 现金的多余不足是八千二百 那第二季度 我们要考虑要不要借钱 是吧 他告诉我们说借款呢 是在上期期末 而且是根据 下一期的净需求来考虑 那么如果是这样 我们可以 先看一下这个所谓净需求 是吧 就是现金的收入 减去现金支出 你像我们这个 就是每个季度的收入 减去支出的净需求 是吧 我们现在在考虑 因为你现在在第一季 季末 去考虑下一期的 下一期你看 净需求是13140 所以我们借款啊 他说告诉我们是债什么呀 上期期末借款 按照下一期的净需求 按照13140 而且要借款 要借整数倍 那我借他整数倍 那我要借多少 那就是借14000 对吗 因为我要按照他的整数 来借 那叫借14000 那借14000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利息怎么算 由于我们借款在期末 你会影响当期利息吗 不影响啊 因为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凡是考试考你分期付息 一定是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期初新增借款 你这个借款在期末了 你是期末才借的14000 那你当期有利息吗 那当期就没利息了 是吧 所以当期的利息为零 为什么呢 因为借款在期末 它是期末借的钱这道题 对吧 期末借钱 它不影响当期利息 它影响的是下一期 是不是 就是我们谈这个这样 然后这样一来 这个期末余额就下一期的期出 然后我们也是 然后再加上收入人之数等等这样 那假设我们第二季度 是吧 因为我们有这个预先借的嘛 比如说多余不足是9060 我们有多余了 那多余的话呢 我们考虑 可以先还一点钱 是不是 因为我们最低余额 只要6000就可以了 那我应该还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套我们那个 就所谓通用公式来算 一样的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其实你还是可以套我们那个通用公式来考虑 是吧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多余不足 我们是挣的9060 然后呢 因为它是多余 所以我要考虑还款 对吧 我要还银行借款 比如说随便说 我要还X吧 然后还要考虑利息 利息因为它分期付息 那么利息呢 你要记住 我们是借款在上期期末 所以呢 这样一来的话 上期期末那个借款 也就是上期的期末数 我有了 是14000 本期新增借款 或者是本期的这个还款 它都不会影响你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借款在期末嘛 它上期借款在期末 还款也在期末 实际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这个 利息其实可以算出来 这就是用上期末的这个14000 是吧 也就是我们有关这个 这个利息的支付的这个数额 就是第二季度的利息 那就是上期末的借款 预额14000 然后本期期初没有借款 是吧 所以呢 就是14000 乘上期利率 年利率10% 记利率 那就2.5% 所以这样一来 那我可以得到 应该是350 是吧 所以我可以先把这个利息得到 是这样来的 然后有了利息了 然后我们看 你要减去350 我们希望它怎么样 大于等于6000 所以你看这个X怎么样 你就可以得到了 是吧 所以大家看我们算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X呢 就应该是小于等于2710 要小于 而且要去整 1000的整数倍 所以我只能取多少 2000倍 对吧 那我就只能是 还2000 还2000 然后呢 我们看期末余额 我们就有了 就是6710 然后马上可以填到 我们下一期的期初 然后还是这一套 是吧 所以这块我想给大家强调什么 就是如果它考试 我估计它要再这么考的 可能性小一点 因为那年出完题以后 基本上没有做对的 因为它太多陷阱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 稍微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它真的这么考你 它告诉你说 提前借款 是吧 在这个上期期末借款 那你这个 由于是期末借款 这个14000 不会影响当期的期 它只能是影响下一期的期 对吧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 现金预算这一块 其实对于现金预算 实际上大家看 我们需要掌握的 一个是要会利用 收复实现制 来确定你的收入和支出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要根据有关营业预算 那你要考虑它的 真正在当期的收线收入 真正要复现的支出 这是一个 其实这个比较简单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现金预算 就是这个余缺额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短缺 筹集多余怎么去运用 我们所需要利用的 这个基本公式啊 有两个 就期出余额 加收入 减去支出 是余缺额 余缺额 加抽错 减运用 是我的期末余额 对吧 然后你就利用 那通用公式 然后你记住 我们要保证 期末余额 别低于最低余额 另外它通常考试 会给你提示 什么借款 还款是多少 整数倍 按整数倍来考虑 然后有一个 稍微有点难度的地方 就是利息 利息怎么确定 利息的话呢 我们这个 一般都是假设 借款在期出 或者是他有的时候 变成讲 上期期末 其实上期期末 也就是本期期出 对吧 就是借款呢 我们是在期出 还款在期末 那这时候的利息 怎么来确定呢 如果他向教材上 是吧 我们教材的规定 它是规定 还本的时候 支付利息 那其实我们这个 利息只有在 还款的时候才有 是吧 筹错的时候 是没有的 然后呢 这个利息 就在还款的时候 根据还款额 乘上利息率 再乘上你的借款期限 因为你得考虑 你什么时候借的 什么时候还 就像我们说的那例题 第二季的季初借 第三季的季末还 两个季度半年 是不是 但是其实考试 考的最多的 还是分期复息 那如果是分期复息的话 我们的利息的计算依据呢 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 一定是期出新增借款 他如果像那年考了 你借款在上期期末 那你那个上期期末 那个借款额 虽然在上一期的那个 等于说是他的那个 现金的那个筹措里头 但是他不影响利息的 对吧 一定是 我们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期出的新增借款 为基础 乘以期利率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18年的一道考题 那他这道题这样说 假公司是一个制造企业 正在编制19年 第一第二季度的现金预算 年初的现金余额 你看他一般会给我们 是吧 告我是52万 然后给了我有关资料 那么这块资料 就给的比较多 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 那么他的要求 就让你根据以上资料 编制公司19年 第一第二季度 现金预算 而且直接让我们 填到表里面 那你像我们的期出余额 第一季度的期出 就是年初52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第二季的期出 是上期期末 所以只能是先编第一季度 我们先看看销货的收入 那我就要去找 他的销售预算的资料 他这要提高 我们第一季度的销量 30万件 单位售价100 第二季度销量呢 是40万 单位售价90 然后第三季度50万 单位售价85 每个季度的收入 当季收限 60% 还有40% 下季收限 年初的应收账款 余额800万 第一季度收回 所以你看 我们第一季度的 收限的收入 我们第一季度的 这个现金收入 你看第一季度 那就是要考虑 当期的现销 我们第一季度的 这个是30 乘以单价100 3000 乘上多少呢 60% 然后呢 还要加上收回 前期的应收款 800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相当于是 1800加800 那就是 2600 这是第一季度的 那我第二季度的 现金收入呢 我们也可以算一下 当期 第二季度当期的现销 它是40 乘上单价是90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当期是只收回60% 然后你还要收回 前期的收销啊 那就是30乘100 乘上40%呗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 我们的这个现金收入 可以算回来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啊 我们销获的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的收入 就按照收入实现制 就可以得到了 然后期出余额 加收入 就等于可供使用的现金 那么第二季度 我可以先放一下 要检去各种 采购支出 我们看看 有没有采购支出的数据 采购呢 你看它这个 第二个资料 是给的我们 产成品的这个 存货的年初数 然后每个季末的存货 夏季销量10% 我们看第三个资料 它告诉我 单位产品的材料 消耗量10千克 给的是单号 也给了单价 每千克4块钱 当季所购的材料 当季全部都耗用 是吧 然后又告我 季初季末 没有材料存货 每个季度的材料 采购货款 50%当期付件 50%下期付件 也给了我年初的 应付账款余额 首先我们先来看 采购量吧 因为你要想得到 采购的这个 我得先进到采购量 采购量的话 你就想按照我们的公式 我们说期初的 加上本期增加 减去本期减少 那就是我们的期末 那那材料呢 它告诉我们 期初季初季末 没有材料 都为零 那不就说明 本期的采购 就是本期的 耗用吗 是吧 而且人都告诉你 当期所购材料 当期全部耗用 所以其实说 我们这个采购量 就应该等于 本期的耗用量 而这个耗用量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生产 需用材料 就是我们的耗用量 对吧 一定要自己算 因为考试 它只会给你单号 所以这样一来 我就要得到 我的生产需用量 是吧 那我们这个 生产需用量 就是你的采购量 那我生产需用量 怎么算啊 应该是用这个 单号10 乘以生产量 所以这里面的 关键在于 我得有生产量 生产量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给了你 期末的这个 存量的这个安排了 因为我们 还是那个 那个期初的 加上本期增加的 减去本期减少的 是吧 比如说我在草稿纸上 分析一下 是我们期末 那期末的这个 存量 是吧 你看19年的年初 存量 比如说我们 相产于是第一季度的期初 它都直接给了 都不用算了 3万 然后期末的存量 是下季 销量的10% 所以我们第一季的 季末是根据第二季 销量的10% 那是4 是第一季度 那第二季度的期初 就是上期期末 然后它的这个期末 存量呢 就是我们第三季度的 10% 那是5 是不是 所以期初期末 我有了 然后呢 减少不就是销量吗 第一季度 销后多少 我们第一季度 销后30万件 第二季度呢 销后40万件 对吧 你愿意求第三季度 也没问题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 因为它只要的是 我们第一季度和 这个第二季度的 是吧 我们看 第一季度呢 我们应该采购多少呢 那不就是 知三求四的问题吗 是吧 你看三加几 然后再减去30 反正相对于我们用30 加上4 34减3 那是31了 所以我这个可以求出来 对吧 这个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推出来 是31 那这块也是一样 45 减去4 那我可以推出来 41 所以我的生产的耗用量 我就知道了 那生产耗用量你有了 而我们的采购量 就等于耗用量 那我们这个采购金额的话 那大家看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生产量就是 采购量就是 生产耗用量 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我的这个 我们这个 就等于说 生产 这个是31 这是41 而我们单号呢 是10千克 所以你看我们第一季度 的采购金额 第一就是采购金额的话 那就是用 我们的31 乘上单 单件的这个耗用量 10千克 然后再乘上 4 这是我的采购金额 那我们第二季度 采购金额呢 我们刚才已经得到了 我们的这个 生产的这个 虚用量 就是我们的生产量 是吧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生产量已经有了41了 所以我第二季度 那就应该是拿41乘10 再乘上4 那采购金额有了 那你想我们采购支出呢 比如说我第一季度的 采购支出 就要考虑当期的限购 那就是我们像这个 相当于是把这个31乘10乘4的 50% 对吧 还有加上支付前期的应付款 420啊 所以你可以看 它虽然是编 现金预算 但是我们现金预算是以营业预算为基础 所以这里面就含着一个要编 你看包括材料 前面我们的生产预算 然后材料采购预算都包含了 对吧 这是第一季度 那第二季度更简单了 那就是把我们当季的50% 还有上季的50%一加就行 这是我们采购支出这块 是吧 这个也好算 然后人工成本 我们再看 再找一下 它告诉我们单位产品的工时是两小时 每小时的人工成本是10元 那我们生产量已经有了 其实你看人工成本也是要考虑生产量 那我们的生产量 刚才已经知道了 我们第一季度是31万件 第二季度是41万件 所以我们就拿31乘以2乘以10 那就是第一季度的人工成本 那第二季度呢 就41乘以2乘以每小时10块钱 这样我们也可以得到它的人工成本吧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产量 就是用我们 比如销量加期末减薪期出 或者是我们之三求四 把这个生产量得到 无论是我们材料的采购量 还是我们要考虑有关我们这个人工的支出 是吧 所以还是我们这个人工 你看我们的人工成本也是拿这个生产量 对吧 这个都是生产量啊 用生产量 乘上单位产品的所耗用的工时 然后再乘上每小时的工资率 是不是 所以我们材料采购预算 人工预算 制造费用预算 都是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的 是不是 所以就谈这个人工支出这块 人工成本我们也有了 然后我们再看制造费用 那么制造费用的话呢 它也是按人工的 也是我们根据产量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算了 也是拿你的生产量 就是我们第一季度31万件 然后单件两小时 然后再乘上每小时的分配率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有关我们的这个制造费用 也可以有了 消购管理费用 它告诉你全年400 每个季度100 那我就直接给它分到 每个季度就完了 然后人工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当季都是浮现的 没有择救 这道题简单 那我们就是直接填了 所得税100 每个季度预交25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的有关这个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 消购管理费用 所得税费用全有了 然后再看购买设备 它都提示你就去找嘛 它告诉我们公司计划 在上半年安装一条生产线 第一第二季度 分别支付购置成本 450和250 所以我们这个购买设备 450250也可以填了 所以期出余额 加收入 进去各种支出 是吧 就是我们支出合计 可以加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 多余不足就可以得到了 现在关键就是这个 筹措这一块 是吧 那么筹措这一块呢 首先我们先用一下 我们这个答案啊 你看我们多余不足 第一季度是负的48 是吧 也就是我们先算出来 这个多余不足 这块是负的 你看 负的48 我们就先看第一季度 是短缺 那么短缺的话呢 你就要看它的这个 这个有关的要求 它告诉我们说 期末余额不能低于50 低于50就向银行借短期借款 借款金额呢 必须是10万的整数倍 然后又告诉我借款 季初取得 每季末 你看它是分期付息的 每个季末支付当季利息 季利率呢就是直接告你2% 如果高于50万的时候 按高出部分按照10万的整数倍 去偿还借款 然后季末还款 还是期初借钱 是吧 季初借款 期末还款 这比较正常的 然后季利率2% 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来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 就是第一季度 你看 我们是短缺的48 然后利息呢 因为我们是要在 这个就是每期付息 而且借款在期初 所以我就要考虑 我借多少钱 由于我们期末余额呢 是不能够低于50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考虑 就是我的短缺是付的48 对吧 我们要借钱 比如随便说借X 然后你别忘了 你还要付利息呢 那利息呢 就是这个借款在期初嘛 实际上我的纪律率 他给的是2% 我们希望他 别低于50 所以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大概齐 是吧 你可以看到我们 这个比如说这个 X应该怎么样 那这个相当于98 除以1减2% 所以大于等于100 那所以我就要借100 所以我就 借款就要借100 那既然要借100 还要支付借款利息呢 所以我这块也可以算了 100乘以2% 那就是多少 那就是2 所以这负的48 加上这个100 减去2 是吧 这样我可以得到期末 余额是50 而且这个50 马上就是我们 第二季的 季初就有了 对吧 然后也是加收 各种支出 就是我们的余缺额 我们可以用一下 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 余缺额是160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自己分析一下 我的 是正的160 既然是正的160 我就可以考虑还款了 那么还款的话呢 因为你像你原来借多少钱呢 借了100 那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如果把100全还了 我60 也是 应该说是足以够 这个期末的那个大于50的 而且还要考虑利息 利息的话呢 你就记住什么呢 由于我们还款是在期末还款的 所以当期的利息你还得付 是吧 就是我们还款是还了100 但你在期末才还款 所以上期期末的期出 也就是我们本期期出余额 100的这个利息2 你还得要支付 所以160减100减2 这样可以得到 应该是58 对吧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这个 就是现金预算 大家可以看 其实它是包含了 我们要会编制这个营业预算 对吧 而且按照收付时限制 得到你的现金收入 还有现金采购支出 是吧 另外各种有关的这个支出 要会确定 还有就是筹措运用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考点 财务报表预算 那么财务报表预算呢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在前面讲过 它是一个总预算 是吧 因为它是从总体上反映 一定期间的这个经营的 一个全局的情况 所以是一个总预算 我们一般来说 要编制预计资产负债表 预计利润表 不用再编现金流量表 因为我们有现金预算了 所以主要是 预计的这个利润表 和预计资产负债表 我们先看利润表预算 首先大家看 我们其实利润表的 这个具体的项目 和我们传统的这个 财务报表的这个项目 应该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数据 是面向这个预测期 那么我们这个销售收入 大家看这个收入啊 就是根据前面的销售预算 就是跟取自我们的销售预算 但是这个收入啊 和我们前面编 现金预算里面 现金收入两码事 这是全责发生质的收入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全责发生质的 那个收入 可以说 它就是我们那个 单价乘以销量 算出来的 不用考虑什么 收付实现质 单价乘上一年的 这个比如说销量 或者说我们如果 每个记录单价不一样 那你就是考虑 单价乘上每一期的这个销量 相乘相加都可以 是吧 就是销售收入 全责发生质收入 然后销货成本啊 这个是取自什么呢 产品成本预算 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谈到 产品成本预算 它要提供单位成本 和总成本的这个数据 其中的就包括提供销货成本 我们是拿单位成本 乘以销量得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销货成本 它可不是根据销售预算 是根据产品成本预算 我们是拿这个销量 一年的销量 乘上一个单位的成本 得到我们这个 有关销货成本 然后收入减去销货成本 就是我的销货毛利 销售管理费用呢 那这个是根据我们前面的销售管理费用预算 那这个可以顾名思义 其实我们容易出错的 就是这个销货成本 它经常考虑销货成本的编制 依据是这个销售预算 我们不是 它是根据产品成本预算来的数据 对吧 然后借款利息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现金预算 对吧 因为要考虑筹措运用啊 所以现金预算这里面 它会给我提供利息的数 然后我们用毛利润 减去销管理费用 减去这个借款的利息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 这个利润总额 是吧 所以这个利润总额呢 那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3减去4减去5就得到了 然后要注意一下 这个所得税费用 这所得费用 它可不是拿利润总额 乘上所得税率的 这个是我们预先估计的 而且已经填到现金预算表里了 所以你看 它的编制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编现金预算的时候 已经预先估计好那个数 要不然就切入数据循环了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那个 然后这样一来得到你的净利润 所以利润表预算 就希望大家注意 一个是要注意 我们的整个的预算 是根据权责发生质来编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得税的项目啊 它不是根据利润 和所得税率来算的 是我们预先估计的数 是吧 已经列到现金预算里面的数 我们看一个以往的考题啊 大家一看多选题 就问你 下列关于全面预算中的 利润表预算编制说法中 正确的有 A呢说 销售收入的项目数 也来自于销售预算 那这当然没问题 通过销售成本来自于生产 这个保证不对 对吧 来自于什么 产品成本预算 而且生产预算 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值量 是不是 消耗管理费用的数据 来自于消耗管理费用预算 然后所额税项目的数据 通常是根据利润表的 利润项目的金额所额税率 我们这个不是的 我们是预先估计的数 是不是 所以只有A和C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资产负债表预算 对于资产负债表预算的数据啊 它的这个 也是它的这个编制的依据 一个是因为我们资产负债表 它有期初也有期末 对吧 期初呢 这个实际上是已知数 是吧 你可以根据我们 比如说 呃 我们这个 上期期末的那个数据 是吧 或者是我们 预先估计的那个 上期期末的 其实也是 是吧 不过考试时候 这个期初的数据是给的 关键是要得到 我们本期期末 我们利用期初的 因为我们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是个十连指标 所以它实际上是要 根据我们的期初数 这个是已知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 有关的消耗生产啊 资本预算 这些有关的数据 是吧 根据我们的有算数 加上我们的 相遇是本期的数据 加上本期增加 可以这么来说 减去本期减少 也是这样一个原理 得到我们的期末数 而这个增加减少 就利用我们的 有关预算了 就是利用我们前面 有关预算这样来提 期初是已知的 这个本期的增加 减少数是根据我们前面的相关的预算 包括我们的营业预算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资本预算 甚至像我们的现金预算 的数据 它都可以给我们提供编制的基础 是吧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看啊 你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资产负债表 这个第一个现金 这个现金 年末数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的 现金预算的第四季的季末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你的现金预算来的 因为我们的现金预算 不是就有一个第四季的季末 10360吗 是不是 然后应收账款 大家回忆我们在前面 销售预算 我们强调过 是根据销售预算 销售预算呢 我们要考虑奢销现销 所以第四季度的 期末的应收账款 就是全年的 年末的应收账款 是吧 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现金预算 在在编销售预算的时候 我们说除了要给现金预算提供 销后的现金收入 还要给资产负债表提供我们的 预计的期末的应收账款 那么对于这个直接材料呢 那就是我们前面的材料采购预算了 我们前面材料采购预算 是吧 那么我们有这个 年末的材料存货量 也给了你单位材料的这个单价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 它的年末的材料数 产成品呢 是根据我们的产品成本预算 是吧 这个表18到8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那个 产品成本预算 产品成本预算里面 我们这个 有这个存货的年末余额 也有单位成本 就是存货年末数量 乘上一个单位成本 就可以得到我的这个 产成品的这个期末的这个数据了 是吧 固定资产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 前面在编资本支出预算的时候 我们谈到有一个 我们 我们在编现金预算的时候 有一个资本支出的数据 我们当年要新增 一万 所以你看我的这个年末的 四万五千 就是用七初的三万五 加上本期新增加的资本支出 一万 这样得来的 是吧 折旧的话是用年初数 加上本期新提的 我们前面制造费用预算里面 就是表18到7的制造费用 它那里面告我们 有新提的折旧 四千 所以它是用七初的 加上本期新增的 所以这是我们谈资产这一方 那我们再来看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这一边 负债的话呢 应付账款这个数额 年末的应付账款 这个数额 前面我们编材料采购预算的时候 第四季末的 是吧 就是这个表18到9 不就是我们的18到5 就是我们材料嘛 直接材料预算 我们对于材料采购 第四季末 是吧 它的这个 第四季末的应付账款 就是全年的应付账款 这个前面已经算过了 长期借款 它假设没变 假设没有当期 没有新增数 股票也没有新增发的 所以这都没关系 那我们稍微说一下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那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呢 它应该是用我的 年初的未分配利润 是吧 年初未分配利润 就是这个 16250 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 那这个本期实现净利润 就是我们的利润表啊 你看我们前面这个利润表 预算 本期的净利润是 31670 对吧 我们再加上一个 本期的净利润 31670 然后呢 再减去本期支付的股利 本年我们预计要支付的 这个股利 发放的股利 这个我们在前面 先预算的时候 已经预先估计出来了 是吧 我们说是每一期 发现总共是16000 所以它你看 它就是期初的 加上增加减少 就是我的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这是资产负债表预算的编制 是吧 其实跟我们会计上 编一个道理 只不过我们的数据 是面向未来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资产负债表预算的 一个书上例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问你编制资产负债表 预算时 下列预算中 能够直接为存货项目 年末余额提供数据的 其实存货就包括我们的材料啊 产成品啊 这些都是是吧 包括其实还有什么 我们的再产品 这都是属于存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销售预算 它提供的是销量啊 销售收入啊 或者现金收入 这个没有存货的问题 产品成本预算 这是提供什么呀 产成品的 对不对 给我们提供产成品的那个成本 啊 那么直接材料预算呢 是让给我们提供这个材料的这个存货 这个也没问题 生产预算是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值量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C 这个D也不能选 所以只能就是B和C 是吧 我们选择 根据B和C来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计算题啊 那么道题告诉我们说 公司在2020年第四季度 按照定期预算法编制2021年度的预算 部分的资料给我们了 资料一呢 就是告诉我们2021年 一到四月份的预计的收入 分别是600万 1000万 650万和750万 资料二呢 是给了我们公司第一季末的 目标现金余额定为50万 经过测算呢 他说这个三月末 预计的现金余缺是30万 公司计划采用短期借款的方式 解决资金短缺 利息支付呢 提示我们是还本的时候在支付 资料三呢 是说预计一到三月份的净利润90万 没有进行股利分配 资料四是假设公司呢 每个月的收入 当月收回20% 下月收70% 其余10%是第三个月收回 然后又告我公司 当个月的原材料金额 相当于次月 全月销售收入的60% 购货款是次月一次付清 公司一月份二月份的短期借款 没有变化 资料五呢 就是给了我们有关 他这个季末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他让我们填这个表 是吧 我们先看现金这个数额 因为他这条题比较简单 他已经告我们说 第一季末的目标 现金余额就是50万了 那我们这个A 就是50 对吧 然后我们看 这个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呢 它实际上是说 我们这个收入啊 是当期收20% 下期70% 再下期10% 所以这样一来 我要考虑这个 应收账款的话 一到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因为我们是要考虑 等于说第三月的月末 对吧 因为第一季的季末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第三月的月末 那我的应收账款的话 那我的应收账款的话 这650里面 在当期收限 是收20% 所以这650里面 三月 他能够收到20% 所以截止到三月末 80%是应收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二月份的 二月份的1000 在二月份是收20% 然后他说呢 下月收70% 那在三月就会收70% 所以截止三月末 就差10%的应收了 那我就可以不用算了 是吧 因为一月份的600 是在三月一定可以收到的 因为一月收20% 二月收70% 三月收10% 对吧 所以就不用算 所以我的应收款 就是我们三月份的 650的80% 相当于这个 这个币的确定 是吧 就是用我们650的80% 再加上一个呢 我们二月份的 1000的10% 这样我可以把这个 三月末的应收账款得到 对吧 另外还让我求 这个短期借款的 这个月末余额 因为他告一二月份的 短期借款是 没有变化的 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借款 那么 我们这个2021年三月末 他预计的现金余缺是30万 那么我们的余缺额是30 然后我们的目标余额是多少 是20 那你想我们的余缺额 要加上筹措 就加上你的这个 所谓借款对吧 就是我的筹措 减去我们的运用 运用的话呢 由于这道题是 还本的时候才负利息 所以我们借款的时候 就不用负利息了 利息为零了 对吧 然后呢 应该等于我的期末余额 那么期末呢 他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50 所以这样一来 你的借款借多少 那很简单 我就要借20万 是吧 因为他不需要在 这个当分期复息 是还本的时候来复息 那么我们这样一来 我的借款就要借20万 那我既然借款借20万 然后他又说 我们这个企业 就是我们 一二月份的借款 没有这个变化 那么大家看 我们这个借款 因为你知道知道 他年初有612 本期又新增了 新增了20 所以就用年初的数额 加上本期新增的20 得到我的 短期借款的这个 就是等于说 我们的月末余额 是吧 然后再看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的话呢 他是 告诉我们说 我们首先是 材料采购金额 是吧 是按照次月 全月消购收入的60% 所以那你可以想一下啊 我们这个购货款 又在次月一次付清 所以我们的应付账款 可以说三月份的 采购款 就是三月份的材料采购 是到四月份才能付清 很显然我们 这个 就是应付账款 就是你三月份的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三月份我的 采购 所以我要把我的采购额得到 三月份的采购额呢 是按照次月 全月收入40% 四月就四月份了 四月份收入 750的60% 这是我的三月份的采购金额 然后又告我 采购金额是次月 一次付清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金额啊 月末就是应付账款 对吧 得到下月才付清了 所以这采购额啊 也就是你的三月末的 应付账款了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数额 所以这应付账款 这个数额就简单了 用750 乘以60%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股东权益的数额 股东权益用期出 的余额要加上本期增加 那么本期增加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三个月的利润是90万 没有做股力分配 是吧 实际上就要严谨一点 也没有增发股票 应该要这么高 我们应该要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 它的净利润是90万 然后我们这个本期新增的净利润90 然后我们没有做利润分配 也没有增发股票 没有其他的 那我的年末的余额 那就是用年初的1539 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90万 对吧 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90万 这样可以得到我们的年末的股东权益 好 那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把预计报表的有关的数据 就可以给它填出来了 是吧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整个第十八章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对于这一章呢 大家需要掌握的这个主要的考点呢 一个呢 是从客观题方面要注意一下 全面预算体系的构成 特别是按照我们所涉及的活动领域 我们全面预算是分为 营业预算 投资预算 还有财务预算 另外哪些属于财务预算 哪些属于营业预算 那这个应该要 要会辨识清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掌握三对预算方法 它们相对比的优缺点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掌握营业预算的编制 特别是像我们的销售预算 生产预算 材料采购预算 这个在考试时候 特别喜欢考我们 即使是考现金预算 它也是需要 我们自己会得到你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的 这个现金收入 是吧 还有这个材料 采购的这个收付实验 就是这个现金支出 另外呢 你无论是编 我们的材料采购预算 还是人工制造费用 它都要有生产量 要会确定生产量 是吧 所以要会编制营业预算 然后第四个 就是现金预算的编制 这个是属于 比较容易考主观题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连续两年 在18章已经没有出题了 是吧 所以这个现金预算编制 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那么第五呢 就是预计报表 这个预计报表 可能更多的是 在客观题里面 注意它的编制的 这个基础 是吧 那具体如果让我们去 编制这个预计的 报表 它的一个数额的话 其实大家要比照 你的那个 一些会计的 一些基础知识 就是用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利润表 预算还比较简单 资产负债表 预算的话 那你要注意 期初的 加本期增加 减去减少 就是你的期末 那个实联指标 是吧 好 那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